法院三讀通过数位发展部组织法 还有行政院组织法修正案 也就是说NCC未来可以管网络传播 以及内容分级制度 引发网友热议直言PTT还能够活多久呢 国民党立委洪梦凯 要NCC主委陈耀祥赶快 把管制网络的标准定出来 如果只是想展现给执政党看 那当然可不必 过去这段时间有没有咨询 被征询过要接任数位发展部部长 从来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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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您自己呢 有没有这个认为或是企图或是想法 认为说如果今天蔡总统也好 变成书院长也好 认为社会发展部有需要一个 对业务执掌有相关 你过去这两年感觉NCC这边表现 也许对执政党来讲可圈可点 您自己有什么想法 这涉及到行政院长的职权 我们不方便评 如果说今天院长找您遵循呢 我本来基本上来讲 作为独立机关的首长来讲的话 我会把这个工作好好做好 把哪一个工作好好做好 独立机关的首长 就现在这个工作 但未来如果有更重要的任务 你也不排斥 这个我没有办法去对未来做任何的评论 最主要是针对所谓网络网络的平台责任 平台责任基本上来讲的话 平台五花八门啊 你们是针对影音平台社群平台还是什么样的平台 我们针对我们现在的疏通法基本上 我们刚好今天把这个基本的架构跟外界公布 最主要是包括连线服务 然后快速接快速接取服务 还有包括所谓的资讯储存等等 这些相关的业务 主要来讲的话如果比较大型的社群平台是将来是纳维规范的对象 好那大型跟小型的定义是什么 那基本上来讲要看他的客户的使用的量 好就像我们参考欧盟的DSA一样 就是说比如说我们 但你还是要有一个客观的标准啊 不然你认为大型就大型 你认为小型就小型 是不是担任部长啊 不知道 但是如果只是要让执政党看到表现 然后以求后面试图发展 我想这就会对不起现在的职务 还是做一行上一行 好好的努力不要辜负国人对NCC的期待 我们没有所谓的介入网络这个问题了 基本上来讲的话是因为数学发展不成立以后 那各部会之间的职权会配合调整 那网期网络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我想各界也有一些基本的不同的看法 但是网期网络一个适度的一个规范 这个现在是全世界的一个趋势的 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NCC掌管事项当中 要增加网机网络传播相关业务 包含了网机网络内容分级的制度 通讯传播网络设置的监督管理 以及网络政策的订定拟定等等 有网友就直言PTT能活多久呢 PTT八卦版网友就说 党的手要伸展到网络来了吗 认为立院该通过的不通过 无关通行的到时都很快就通过 还有人觉得立院就是绝对多数DPP 只喊网络常常要来了 还有人说现在NCC是追杀到网络来了吗 言论自由都要潜质吗 我带你来关心更多的焦点 这个公广集团是沿任看守 怎么可以推这样的一个事情 这个委员可要请教网络 你们事项难看没有关系 把水利会拿走开始动水利会的土地 现在是怎么样 公广集团在看守期间 可以动华市的白衣土地 华市这么重大的一个财务变革 起码是不是要先跟NCC 不要说核准 起码商量一下 有没有 他一定是从内部开始 所以我们基本上来讲 NCC是管他的频道的部分 公司自己的部分 是公网金融跟文化部的事情 整个华市到目前资本额多大 资本额多大 如果 我们可能要查一下不好意思 对 可能就是刚才我讲的话 应该是16� all つ 你到处请人家喝咖啡 且系统业者上架52台是华市 它资本额多大 它财务结构怎么样你都不了解 大概是16六粤 你可以到处在行销中 行销华市 主委啊 ểm会另外看的 把你认为了 今天党国一家的媒体 要频道直接放到这两个那句不就好了吗 没有党国一家的问题 我们就是说 公广 主委啊 我們要看不同的案件類型啦 你真的要汗顏耶 你今天手NCC的手 伸到整個頻道 所有系統業者沒有照你的意思 通通不行 請問一下 NCC自己訂的 人民申請案處理時間表 我們要看不同的案件類型 你用一個時間表 基本standard是什麼 新華網站與卡通的商務 當然是自由 當然是自由 這是不一樣的 新華網站與公共服務的角度在這裡面 我坦白講啦 我還是覺得頻道 萬聯頻道 其實我們NCC在管的 不是在管人拜託 不管你是53、54、55、58、59 其實不是在管號碼啦 其實你是在管內容才重點啦 不要都NCC喔 一定要教你的意思做 這樣你才有說獨立啦 就包括我們立法院 交通委內也要附屬在NCC 沒有啦 委員你不要這樣說 獨立機構的屬下 我們這算你的立法旗 你監督我還好 在立法處 NCC 這個立法院交通委員會 立法處 你都會應用你的潛意 我感覺你是 你剛才錄的又評差間諜的比較厲害 沒有啦 委員會這樣 還可以運動 這樣黑龍跟我們學到 我們沒有學到 我們這個不小心 剛才去給你掛去我怎麼不知道 不能說他 警察 你快樂 你快點 你快點 認識他 我其實看見他 你是我的手 你快點 你快點